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我先嚐一下是不是同一種 真的 我的腳基本上已經抓到土裡去了 太酸了 你好 你好 我們是雲南衛視旅遊行事工的 剛才我誤認為它是醃 剛剛我誤認為它是醃製過 你們這邊叫酸離子 這什麼 這個吃 除了 花糖 有一個一個的花 花花半年半 花半 白糖 就吃了 就吃了 剛剛還有其他的吃法 不就了 不就了 這個東西就是只吃幾宿 還是一年四季都得吃 不是 明年只有一個會 明年只有一個會 就是這樣 剛才我大致的 跟這位大姐溝通了一下 他的意思是说这个东西买回去 你看他就用刀这样一口一口一口的 这样把它破开以后可能是让它更入味 然后用盐或者白糖拌了以后就可以吃了 其实德宏这个地方是比较热的 在夏天的时候人们都比较好吃酸的东西 所以我想这个东西可能会解暑 但重要的可能是解馋 这些年流行各种生态蔬菜 吃绿色食品 很多人都站出来说 这是时下人们倡导的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 绿色生活 说这话显然是没有做过调查 几百年前咱们农川的老百姓就开始这么生活了 临到农川县城 这个最大的农贸市场逛一圈就知道了 这么多品种的山毛野菜 百分之九十以上 别说您没见过 就连听都没听过 全都出自咱们老百姓的房前屋后 田间地头 给您看了这么多真正的绿色食品 是不是感觉农川人民太会享受大自然的恩赐了 不过咱们今天真正的主角还没出场呢 这位主角被人民称作米 您可要奇怪了 咱们每天吃的主食基本都是米 谁没见过呀 您还真没见过 而且它的身价和很多肉类的价格不相上下 这种米啊 不少在稻谷里 还是生长在树上 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找到了 看这头 看这头 我在这里找到了 这里这里 功夫不负有心人 我又差点把这个甩出去了 这个呢就是 确定了吧老板 它就是棕包米 这是已经老了 这个已经老了 嗯 这样的才是嫩的 好吃的 这个看到没有 这个小的扁的呢就是嫩的 这个相对饱满一些 然后它的这个包米子露出来的 这个呢就已经老了 快过季了 不好吃了是吗老板 我觉得这个看起来还不错 可能要到收尾的时候了 它季节快过了 所以能找到那么一家不容易 所以我一定要买一个回去 自己坐来尝一下 老板这个怎么卖啊 老板这个是一斤十块了 啊 一斤十块了 十斤不是公斤 十斤 十斤 看到没有 这个是一斤十块了 然后呢 老板说这个一斤十块 然后呢我们在德宏这个地方 讲的是四斤 也就是一公斤呢是二十块 我觉得它跟肉的价格差不多了 好不过也得买一下 刚才老板多诚实地告诉我 他说 这个大的呢 其实就是用来做装饰的 只有那两个小的能吃 所以让我买那个 八两 好行 那你就给我来这两个吧 好 八块是吗 来 好 好了 其实今天收获 虽然不大 只有两个 但是绝对够吃了 现在我就去把它做来吃 一会儿您就能看到 这个棕包米 到底是怎么吃法的 靠山吃山 靠水吃水 这农川的老百姓啊 吃的呢 都是田间地头 房前屋后的绿色食品 在如今 大家都提倡吃生态蔬菜 看农贸市场里 有这么多的山毛野菜 不仅仅是品种繁多 而且呀 您肯定都说没见过 更别说叫出它的名字了 所以如果您要是到德宏的农川去旅游 一定不要放过品尝这些生态蔬菜的机会 好的 全国的观众朋友们 你们好 您现在收看的是云南卫视为您呈现的 由金星啤酒独家冠名播出的旅游新时空 我是刘莎 1958年呀 中国烹饪这本杂志上呢 就发表过一篇 棕包米炒肉丁的文章 从那个时候起 这棕包米的名气就是越来越大 这身价呢也是成倍的增长 如今和这猪肉的价格已经很接近了 那么这棕包米到底有什么稀奇的 它的味道又是怎么样的呢 诶 食材已经准备好了 现在呀就欠下锅做来吃了 但是呢在德宏的农川呀 这个小吃好吃的东西是数不胜数 不能光让您吃这个棕包米啊 我还得带您吃另外一样不得不吃的小吃 就是过手米线 诶在这边啊 它不仅可以当小吃吃 也可以当主食吃 走 现在就坐来吃了 老板 老板 您这里是吃过手 过手米线的吧 对对对 那我等于说现在有这个情况 我想吃这个棕包米 能不能在您这吃过手米线 然后您借我点工具把这个整来吃了 可以可以 您看我们这个农川的老板娘就是很洒脱啊 说可以就可以 那我现在是 诶对了这个过手米线我吃过那么多次 但是我没有亲手做过 能不能带我一起来感受一下这个做的过程 可以可以 也可以 也可以 真好说话 那现在我就准备一下 把行李放一下洗洗手 开始做了 好 好行 其实这个棕包米啊 可他不是吃的这个 这个啊是要 炸了丢掉的 他吃的东西呢 其实是在最里层 包开来给你看 看到没有 已经露出来一些了 有没有像这个鱼的鱼子 小粒小粒的 这种米和咱们平时见过的小米很相似 但它却是棕树的子食 因为被棕树的树皮包裹 所以叫做棕包米儿 如果您到了农川 人家用棕包米招待您 说明啊您是一等一的贵客 这个棕包米的吃法其实有很多种 在我们德宏当地啊 会用来炒酸菜吃 也会用来这个煮这个干烟菜的 汤喝 还有素炒 加肉炒等等很多种做法 但是呢 今天我要带您品尝的 这个就是我们家德宏当地的一种干烟菜 熬汤来喝 想想就少了 招待贵客自然要用贵的东西 棕包米的身价高 首先是因为它的两个特点 一是消炎清火和降血压 另外一个是容易保管耐腐烂 绝对是不加任何防腐剂的天然绿色食品 还有就是产量稀少 不以稀为贵 自然身价不菲 每年秋收的时候 收购棕包米儿的场面啊 都跟打仗似的 好了 现在这个水也涨了 食材所有都准备好了 我就切下锅了 要先把这个棕包米啊 放下锅去 你可能会发现有一些像这样的片状 我刚才忘了告诉您了 其实它的那个瓣啊 中间包开以后是嫩的 这个东西也是可以一定切成片以后 放进锅里一块煮的 好 其实这个煮棕包米的食材非常简单 你看 我们歹渡地区非常流行的这个干烟菜 然后一块放进去 然后还有姜 用这个案板拍一下 拍一下拍扁了就可以 还有小米辣 同样的是用案板拍一下 这个盐碎的话 你可以稍后再放 现在等一下 好 好了 这个简单的这个棕包米的汤啊 就制作完成了 现在找一个棚 把它沉出来就可以了 哇 哇 是不是有点眼馋了 看见这个油自溜自溜往外冒啊 您是不是觉得 哎 我要带您尝尝烤肉 错 告诉你 我要带您尝的是 德宏非常有名的 护萨的过手米线 哎 您可能听过云南有非常著名的这个过桥米线 我这个过手米线又是怎么回事呢 顾名思义就是用手抓着吃的米线 这个肉啊 就是其中的一道配料 过手米线我是本人是非常爱吃 但是吃了那么多次 都不知道这个制作过程 所以我这次决定亲自体验一把 哎呦 这个肉有点糊了 我得赶紧干活了 要不然一会儿这个肉烤焦了就不好吃了 彗星撞地球 厉害吧 那动静可比不上您此时此刻 胃的动静 这只奖费失败后的小猪 依然是身体健硕 参加动物运动会是没戏了 美食大比拼 绝对没问题 看看这烤炉上的猪肉 面色红润 相处气息浓重 民族风味十足 而且身上散发着时下最流行的香水味 这全都是因为明镇美食江湖的五花肉 那叫一个浓香 这叫一个地道 花拳绣腿那是板架式 做出美味可口的佳肴 靠的是真功夫 功夫再好也得有个力作的工具 这菜刀看上去普通 可它有个响当当的名号 真的这个剁肉啊 要剁到很融的这样的情况 还是比较困难的 所以我就跟老板娘再拿了一把刀 双刀上阵 而且啊告诉你这两把刀 虽然看起来其貌不扬 但是其实啊 它就是我们当地非常有名的 互撒刀 你想想 互撒刀来做互撒的过手鸣线 这个味道肯定相当棒 估计您现在的嘴和胃啊 也和这砧板上烤熟的五花肉一样 上下翻腾 好 那我这个肉要抬到哪里去 抬到里面 里面找老板娘 是不是啊 好 老板娘 我这个肉算是搞好了 好 现在要怎么 开始怎么弄了 这 哎 漂亮 家伙事都找不着了 这 这个是什么呀 这是豌豆粉 豌豆粉 拌起来有种黏黏的感觉 不放这个就有点傻嘛 吃起来不好吃 看上去 榨一看 我还说 哇 老板娘口味好重啊 咬那么多猪油在里头 好 然后呢 放点大蒜 你来告诉我 我来适量放好不好 放点大蒜 好 有了 放芝麻面 要放多少 一勺 一勺 随便这个放多一点也好 加一点酸的 加一点酸的 这个 哎 这个是什么 木瓜水 木瓜水 对啊 晒干了以后把它煮出来了 嗯 闻起来就流口水了 真的 这个木瓜水好酸啊 要放多少 少点少点 一半 一半就好了 够吗 够了 多了吗 不多 不多 好 好 可以了是吗 对 可以了 哎呀 刚才闻完这个木瓜水 现在满嘴都是口水 奔逆唾液了 开始 好 好 装牌 一会儿我就先找人尝尝 走了 你好 各位 你好 我们是云南卫视旅游新时空的 然后到这里 我亲手做了一份这个 呃 过手米线的佐料 想让各位尝一下看看正不正宗好不好吃 我先来尝一下 您先来尝一下 怎么样怎么样 可以可以可以 可以 来小朋友 小朋友能吃辣吗 可以的 吃不好吃就不好吃好不好 好 来你尝尝 找点没有辣椒的 来 怎么样 很好吃 很好吃啊 真的是不是 怎么样 味道还可以 但是太辣了 太辣了 你辣椒放的太多 您 好 好 来 和我们一起吃吧 我们一起吃吧 来来来 好 那那我就不客气了 因为我也是德红人 我就不见外了 我们一块做吃 哎 不过说到这儿啊 我还得还有一道菜送给你们一块吃 我也是也是我亲手做的 我这就去拿过来 来嘞 来 这个就是我亲手做的这个粽煲米汤 干液菜汤 怎么样 一会儿也给我评价一下好不好 来来 来坐坐坐 我们一会儿坐 坐 好 看一下我们这儿 啊 来尝尝 尝尝 尝尝 真好 你看 我两两个菜换了一桌子来吃 哈哈 我就是来混吃的 啊 我我做的是这个是吧 我得尝尝我自己做的 你们你们尝尝这个 你们尝尝这个 尝尝我做的这个粽煲米汤 这粽煲米汤可能买老了 啊 有点这啊 啊 是 因为我今天早上去采的时候 他们跟我说已经过季了 就快过季了 找了好多地方才找到就这么一点 我就全给买过来了 尝一下 尝一下 您看 我们的过季米线其实是不是应该放在手上吃 没事 要 这样吃 啊 过季米线是陆川县 我看我们摄像老师一直在咽口水 所以我就不给他吃 我先吃 你看 好吃的过季米线告诉您 您一定要来到陆川的护萨 在这儿才是最最正宗的护萨过季米线 走一个 家里的吃法是不是很有创意 到了陆川旅游办事啊 您一定要尝一尝这棕包米和过手米线 当然如果您能够自己动手体验一下制作过程 那就更有意义了 在陆川除了我们片子里说到的这些美食之外呢 还有两种美食啊 我要给您推荐一下 那就是火烧猪和井坡族的绿叶宴 总之呢 您绝对不会后悔的 好的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 不要忘了 每天中午12点金星啤酒旅游新时空 可以让您足不出步就体验到旅途的快乐 明天中午我们再见啦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云南的美是忘不了的美 云南的美是看不够的美 云南的美是说不完的美 云南的美是喝下的美 云南的美是忘不了的美 云南的美是喝下的美